主权国家货币的急速贬值 是否会加速各国数字货币的发展 是的 一定会加速全世界的数字货币的整个发展 美元这次的割韭菜和美元的独家强势 还有通货膨胀和为了美国这个中期大选的 这个整个的这种金融政策 会加速美元在全世界的走向衰败 而且这疫苗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 全球现在各国冒着生死的这种国家的威胁 要打开国门 不是疫苗也不是冠状病毒彻底消失了 共产党病毒消失了 是经济受不了了 这种经济受不了的情况下 各国的货币相继贬值 最后只有美国强硬货币 这种情况最后会导致美元 失去它的国际通用的价值和信用 最后就是失去平衡了 这对美元不是好事 而且接下来的世界经济会更惨 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 中共国不是发展中国家 美国将申请在包括WTO在内的各国际组织中 取消中共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 请问七哥 这是否是各国组织和中共脱钩的开始 是的 绝对是的 美国和欧洲一定把中共国提出WTO 最后国待遇 那当然要取消 而且接下来 很快你会发现 不仅美了WTO 直接把它变成了今天的伊朗和今天的北朝鲜 请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欧洲才能彻底醒悟 不再和中共勾兑 欧洲这些国家现在面临了俄乌战争 特别像空客 宝马 奔驰 这些大企业 立了中国 它也需要一段时间 中共国对西方 对欧洲的经济影响 就像俄罗斯的天然气一样 就这些国家做出决定 它需要个时间 它需要替代品 它需要政策和经济整个供应链的调整 我觉得欧洲在共产党灭亡前 有些国家不可能彻底跟中共国断了 但是它没有任何选择的 欧洲特别是西欧的这些发达国家 我估计会在两个月以内 也就今年12月份之前 我觉得欧洲会有一系列的实质性的一些贸易制裁 等到今年年底12月底的时候 我觉得欧洲会跟随美国 就在美国中期选举完以后 美国的剧烈政策全面诞生以后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 更大的危机到来的时候 没有选择 这就开始了 从香港大陆的整个的经济金融制裁 如果这个时候 习太阳一激动 去打台湾去了 那就另外一回事 那彻底脱钩 总而言之 我觉得在未来的六个月内 是考验欧洲对中国的经济市场 叫脱钩的所有行动的最关键期 像苏尔什啊 像马克龙啊 他到中共国去 这些人呢 脑子里认为跟中共国 惩罚中共国 或者说在惩罚之前 尽可能在美国领导的 灭共震垒当中 他们想占点便宜 另外一个就是 欧洲一旦发现在台湾有事 他一切都白签 所以说这些变数很大 访问继续 最终一定脱钩 只是条件问题